多肉植物中的法师,可能一部分小伙伴还不太了解,植株高大壮硕,和娇逼地小小的小多肉有明显区别,喜欢养法师的朋友也很多,那么哪些品种比较好养呢? 法师是景天和莲花长属的多肉植物,我们常见的法师的品种有黑法师,绿法师,燕日灰,万圣节,紫阳绒,铜壶,玫瑰法师,圆叶法师,火凤凰等等,它们的养护方法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法师一般是金肝粗壮,叶片比较薄容易抱头长成老庄,它的金肝比较木质化,有的还容易坠化,生长速度特别快,很是美观威武 在春天和秋天是多肉的生长旺季,在夏季属于休眠的状态,多肉法师一般都是比较耐寒的,喜欢光照充足,感造凉爽的环境 土壤喜欢疏松透气的沙纸壤土,但是不太耐热,在夏天属于休眠的状态,在养护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,花盆不要太小,我们养其他品种的多肉可以用小的花盆来控养 但是养法师最好不要用小的花盆,尤其是单头的法师 如果你喜欢它长得爆盆长得高,就不要用小的花盆,不然养上三年五载还可能是单头的 花盆太小了,会让它的根系受到限制生长不开,用大扁的花盆让根系舒展开,然后肥水充足了,多肉法师会长得特别快 第二,土壤配置 法师对土壤是非常不挑剔的,一些地方还经常用田园土来栽种黑法师,也都是长得漂亮 当然,最好盆栽还是用田园土或者营养土加颗粒土来搭配完成 因为如果你的营养土太多,太轻就稳不住法师,呈现东到西歪的状态 第三,多晒太阳 法师虽然不耐高温,但是在秋天,温度正好在15度到25度之间 哪怕到了30度也没问题,要多给它晒太阳以便于出状态 如果光照不足了,叶片容易出现土壤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